这个东西 然后向下填满 这个应该没问题 第一个 然后聚齐就是自己录制 然后做这个 然后VPA的话就是三个按钮 1 2 3 OK 然后最后的话记得呢 你存档的时候记得哦 它会叫出这个 请你按什么 是还是否 记得哦 一定按否 你不然按4 你按4呢 你的VPA 你的程式就全部消失了 按4的话 特别注意 它会帮你存成那个 没有启用聚集的活跃部 是XL SX 这个是4 它如果否的话 就是说 它会让你存成XLSM 所以记得啊 这边一定要选择否 否之后的话呢 带你浏览一下 请你把存档类型 务必要改成第二个 启用聚集的活跃部 特别说 因为如果 好像前几个礼拜 有同学 存档 然后存错档 结果它的那个程式就完全消失了 而且是完全救不回来 这一点可能要特别小心 然后记得什么 把它存档 存成这个 按除存 启用聚集的活跃部 除存 那存完之后的话 当然你可以把它关掉 那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档案 OK 那有什么差别 我用检视里面把它改成大图式 这个它存完之后 正确 当然你要绞交的 记得是交 有惊叹号这个 有没有发现 那这个是原来的 原来是没有惊叹号 OK 那这个惊叹号表示说 里面如果有程式的话 那它的图式 就会有个惊叹号 而且它的副档名 我说你们副档名 不知道要不要打开 如果你假设没打开的话 你可以把 上面的检视 这边有一个所谓的 副档名可以把它打开 那这边就会出现副档名 记得就是XLSM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 如果你再一次把它打开的时候 那你会发现 因为它里面有程式 所以理论上上方会有一个启用内容 OK 所以你怎么样 把它按启用内容就好了 刚刚好像会跳那个抽 那个是我们记中也有写VBA 它里面程式上有bug 所以会跳那个 你又把它结束掉就可以 启用一下 OK 那特别之后一定要启用内容 如果你没有启用内容 你的程式无法被执行 OK 这一点可能要特别注意 那接下来的话 下一个礼拜的话 我们就要延伸到另外 假如说我今天希望你们可以看到 在云端白板上面 有一个叫做台北处宅切到点位资讯这边 那如果说我今天想要知道几个讯息 比如说台北市哪些住宅切到按键最高 那其实你会发现 在Excel里面也有Map的功能 它可以帮你把资料变成土 你就可以看哪个地方失窃最多 你会发现集中在这一块 热点 有没有 那这个其实可以用Google里面的 Excel里面的Map就可以 那比如说以这一题来看 假如说我今天希望知道几件事情 到底历年来切到按键是增加还是减少 OK 然后哪一个区切到按键是最多的 哪一区 OK 那比如说这边假设我要统计 那这边可以看到中山区40区 那我怎么知道 下来的话我想知道 哪一条路上切到按键最多 那我道路这么多 我如果想要抓前十条 这个住宅切到按键最多的十条路的话 那我应该怎么做 OK 这个时候当然了 你可以从开放资料下手 所以 其实你可以输入关键字叫开放资料 OK 那顾名是 开放资料就是说 这个资料理论上就是可以让你自由的使用 OK 只要你不要做非法的用途的话 OK 那这个是政府的开放资料 那也就是比较不会有那个隐私问题的资料 它都可以公开 比如说切到按键 所以你可以在这个关键字里面打个切到 各位可以看到 第一名好像就是汽车 台北市的汽车 第二名是自行车 好像在底下这边就有个住宅切到 那你可以把它点一下 点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就有个CSV 那CSV的话 我们直接就可以用椅子打开了 OK 所以其实这个CSV还蛮好用的 一个格子 那这个时候下方就会下载 那你可以再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台北市的历年来的切到按键的资料 那你把它Ctrl向下 总共有3301笔 那从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 好像从103年 不过这就一笔 不对 很奇怪的一笔 OK 然后应该是104年到110年 如果我希望知道几个问题 第一个 104年到110年 到底那个住宅切到按键是增加还是减少 第一个 那怎么做 你不可能说 老师我算算看 天哪 算到什么时候 三千多比 第二个的话 问你说 到底台北市哪一区的切到按键最多 你们地址里面有区 可是问题要怎么统计 其实说真的 只要你会用Excel的函数 把区取出来 再利用插入里面有个枢纽分析表 答案就OK了 所以 下一次上课的话 其实我们还是一样 结合什么 函数 巨集就跳过 巨集你们自己练表 函数跟VBA 然后再来就是枢纽分析表 跟枢纽分析图 就可以很快的 得到我们要的答案了 OK 也就是说 当然你不是只有 我举的这个例子 其实在政府的开放资料里面 总共大概会有六万多笔的资料 都可以拿来使用 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 政府的一些相关讯息的话 其实除了说 你看那个新闻媒体之外 我是觉得第一手资料 就是直接拿开放资料 自己统计就知道了 所以有的时候 人家会问你说 到底台北市的治安变好 还是变不好 你直接统计就知道了 对不对 但是你会发现 新闻媒体每一家 讲的都不一样 比如说 讨厌白的 就是讲他不好 对不对 喜欢的 就一直说他很好 到底好还是不好 我实在 常常你有时候 看中天是这样讲 你有时候看三立 就是另外一种 到底精神错乱了吗 对不对 尤其是在选举的时候 常常就是会有 那有的时候当然 资料是不会骗人的 所以有图有真相 所以真相怎么来的 还是要懂得分析工具 才不会盲从 不然我发现 很多人真的很盲从 反正人家怎么说 就怎么做 那问题你没有判断能力吗 对不对 你不会自己看一下资料 在那边 你就把它分析一下就好了 所以像我第一时间 我一定会拿资料 先统计一下 我不会先听那个网络上 而且现在假新闻太多了 对不对 所以你有时候 一误信之后 可能会造成麻烦 OK 所以请各位 先试试看 这个把今天的部分先做完 然后呢 有时间 再到网络上 不一定是住宅切到 如果你想要知道其他的 比如说你对于 什么 其他的像我服兵役 最近不在调问说 要把那个四个月的兵役 这个 增加到一年或两年 OK 因为在座大家好像都还没当兵 OK 你们赞成吗 赞成要把兵役延长吗 反正大部分人就不要 OK 可是女生应该都要 我延长 我当过兵的都觉得说 像我们以前都两年 对啊 两年 你为什么现在都四个月 不公平是不是 所以现在会 以前当过 一定要延长 不延长怎么行 OK 反正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先试着了解一下 开放资料 感谢观看